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表现优化 数字说话 属于美加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的德州达拉斯独行侠队 1月26日晚间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做客 以148比143智服老鹰队 独行侠队24岁的先发组织后卫唐希奇 卢卡托尼独得73分 独行侠队的斯洛文尼亚级先发组织后卫唐希奇 自从1月9日以来连续无场比赛 每场至少收获31分 他曾经于2022年12月27日在主场对抗纽约尼克队时 创写个人单场收获60分21个篮板球10次助攻的记录 唐希奇当晚上阵44分钟43秒为全队在场最久者 33次出手投篮命中25次命中率75.8% 全场攻下73分3分球投13中8 16次罚球15次得分 还有10个篮板球7次助攻一次超节 他在下半场第四节12分钟都在场 斩获16分两个篮板球两次助攻 这是他第368次代表独行侠队出赛 也是本季第24次表演两双 独行侠队刚刚于2023年12月6日在主场迎战犹他爵士队时 以147比97狂胜最大得分差距一度为52分 地鞋球队近年来单场最高分的记录 唐希奇个人拿到北美直篮生涯第60次大三元 并且在当晚的球赛前三节就完成这项创举 阿拉斯小牛队更改一名之前曾经于1995年4月11日 在德州休士顿客场挑战火箭队时 以156比147胜出 创下球队历年来单场得分最高的记录 彭广阳 2024年1月27日